石门实验国中这学期在家长会长引荐之下 由九阳建设公司捐赠了百万元 将老旧的中央穿堂厕所整建 并且于学习出举办了竣工仪式 学校师生都相当感谢九阳建设公司 改善学校的学习环境 实践社会公益回馈学校的教育大爱 提供偏乡小校学子适性学习与优质的友善环境 非常感谢我们九阳建设公司叶明燕董事长 建设学校百万来引进我们这个资源的是 我们家长会领复国会长 那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非常喜欢又明亮的一个优质厕所 所以很感谢社会的一个回馈公益的活动 那我们天乡孩子的需求被看到了 所以未来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够回馈给学校 改善他们的孩子的学习环境 那希望更多的资源能够让偏乡的孩子受到很好的一个教育 原本中央穿堂的厕所比较破旧 暑假后整修的新厕所比原来的厕所好很多 也有无障碍的空间 谢谢校长和家长会长努力的为我们经费 原本的厕所是很阴暗 然后有点脏乱 然后整件过后厕所变得非常的高级跟亮丽 能让我们未来使用的时候更加的放箭 师门实验国中原本中央穿堂 教职原生既无障碍 厕所老旧不堪 师生难以使用 经过暑假两个月的诊件后 焕然一新 说是明亮的使用空间 与外部洋溢海洋与风筝特色的异象景观 成为孩子们喜爱进入使用的邮职厕所 建策公司本来就是取自于社会 所以用自于社会 那用我们专业的领域 然后最主要还是说有一些因缘机会 有一些比如说刘顾问 还有会长这边的一个签诚 那促成这一次的一个机会 也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企业 像我们这样子来共同参与 这一个部分 向改建 因为我们刚才又经过一个行李之后 当然就知道 就是说很多校舍都已经老旧 都是急需要去修缮改建 然后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有跟我们一样 这些企业来共同参与 九阳建设秉持着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以建筑专业投入这次的整建计划 为学校打造安心如色的空间 也改善学子的学习环境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企业 以九阳建设为榜样共享胜举 为偏向的教育 挹注更多的资源 让孩子拥有好的学习环境 健康适性成长 吉小平函 十门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